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已经来到了第五场了 是的 同样有五位新同学呢 会来向三位导师取经的 是 马上欢迎我们的三位导师 首先是乾坤再造队的吴坤杰导师 再来是八面玲珑队的刘欣凌老师 杰出非凡队林俊杰导师 好的 我们已经有二十位同学呢 已经完成了出赛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看三位导师的门下 到底有多少学生了 关键老师 已经有七位了 七位了 对 四男三女 哇 七位了 暂时很忙 所以没有时间生育 还是保持三男三女 保持原状 对 杰志老师 你真是后来居上 是啊 现在有三男四女 OK 好 就是目前这个学员分布的情况 对 那然而呢 在我们的这个初赛的时候 我们的参赛者将不会被淘汰 会直接地进入我们的复赛 是的 那每位同学演唱完之后 就是导师的点评 那么接着同学就会马上抽签 跟导师结缘 好 那现在呢 先让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大屏幕 来 请看 我们总共呢 是有三十个宝箱 之前有二十位同学已经选择了宝箱 所以我们剩下十个宝箱 里面呢 依然会有三个红色的宝箱 四个黄色的宝箱 以及三个蓝色的宝箱 是 如果开到红色的图片 就表示是归入乾坤再造对 那如果说呢 您抽到的是黄色图片 那代表呢 你就会进入八面玲珑队 开到蓝色的图片 当然就代表属于杰出非凡队了 好的 那这个会选入哪一个团队呢 就要看学生们的造化了 好 那今天第一位来取经的是孟爷 是我们这一系列年纪最大的参赛者 是 但是他的心态呢 依然是保持着年轻的 他的这个艺名 就连他的孙子也都是这样子叫他 当然他在外面演出的时候呢 也都是用这个艺名 那今天呢 他就要给我们带来这首歌曲 《一个陌生的女孩》 欢迎她 有个陌生的女孩 我们时常见面 当他迎面走过来 走会多看一眼 他像一片流云 悠悠飘过蓝天 可是他的印象是留在我心里 白云呀白云 为何飘向天边 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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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天呀蓝天 可知道他的心愿 忽然不知从哪天 我们没有再见 可是他的印象是留在我心里 有个陌生的女孩 我们时常见面 当他迎面走过来 总会多看一眼 他像一片流云 悠悠飘过蓝天 可是他的印象是留在我心里 白云呀白云 为何飘向天边 蓝天呀蓝天 可知道他的心愿 忽然不知从哪天 我们没有再见 可是他的印象是留在我心里 孟爷你好 你好 孟爷一看就知道是一个老板 对 从商数十年 退休了 已经退下来了 退休了 对了 据说当时你还在台湾待过一阵子 四年吧 做生意 做生意 那我也很好奇 你的艺名叫做孟爷 是怎么来的呢 有听过孟母三千 有 我母亲那个时候是三千 所以三千之后 她的孟我就记得了 她跟我讲孟母三千的意思是什么 所以我就孟母三千知道孟 所以现在已经这把年纪了 就干脆叫孟爷 现在我的孙也叫我孟爷了 哇好亲切的爷爷哦 OK 所以平常也有到外面去演出是吗 没有了 我是回来之后呢 跟一些朋友 爱唱歌 Live band Live band 你还玩这个现场乐队啊 对对对对 你是主唱吗 大家朋友嘛 一起 跟Live band练习 每个礼拜练习 孟爷 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 老当一壮 你真是有黄金华的精神 非常好 谢谢 而且听到你在唱歌的时候的经验老道 在读词方面 在唱腔方面 都相当的流畅 不过呢 你有个很大的问题 就在每一段的最后委屈 你都很爱拖 很爱拉 那造成的下一句 你进门的时候常常会延误了 明白 这一点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谢谢 孟爷 说到你唱歌的技巧 比一般呢都优势 当然我某些部分是需要注意的 但因为你是孟爷嘛 所以呢我今天就不要讲太多的不好 都讲你好的好不好 我这么久没有唱歌 要批评 有批评我再有进步啊 这个精神好 老师多讲一点 那我就说这个在舞台上好了 其实呢舞台上如果你要唱一首歌 你要演一首歌 眼神是非常的重要 但是刚才孟爷你在演唱的时候 你就眼神一直好像在看一下这边 看一下这边 然后孟爷你是在想什么啊 有个陌生的女孩 我们是常见面 那其实呢你可以想象你这个女孩子 然后呢你要有一种很深情的感觉 而不是那那个眼神在飘浮 这个你要注意 下一回合唱的时候 让我们一直呢就投入在你的意境里 好不好 孟爷加油 谢谢 祝福你 孟爷一听 就是那歌唱 有练了很多年的 那个音乐的线条 我觉得你都非常了解它 我在台湾的时候也是歌唱比赛 是吗 所以要点的话 你的那个气 非常淡定 那是好 可是我觉得你的 那个横隔膜还有气的话 可以再沉一点点 我现在感觉你在唱的时候 你的气是沉着 可是变成他没有什么 在用那个气的那个力去把声音再推出来 所以你们有时候太小心唱的时候 你的力没有发出来 所以觉得好像那个话筒很干 可是我感觉觉得可能是 可能第一次来的话 就是要开始要习惯 对 好不好 加油 谢谢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看看你 将会是哪一个老师的徒弟了 好 孟爷拜师 大事情了 我们来看看大荧幕 我们这个大荧幕呢 剩下十个宝箱让你选 对 来看一下你想选几号 21 21 有特别意义吗 没有 没有 就是突然看到 就是 何演员 心里面知道就好 心知道 心知我知就好 OK 好 到底是什么颜色的宝箱 来 请看 恭喜你刘心凌老师 那个陌生的女孩 就坐在你前面啊 欢迎欢迎孟爷 谢谢 以后多一点看我会更年轻哦 好的 恭喜你加入了我们的八面玲珑队 谢谢 谢谢 接下来要出场的俊强呢 他用的也是艺名 那在十多年前的时候 他就参加过我们黄金年华的比赛 不过很可惜啊 到了复赛的时候就提前毕业了 这次重返舞台想看一看经历多年的磨练自己能走多远 带来这首《流云》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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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祝人 十五位 不要 忘记 我 流云一朵 慢慢地流过 带走了我的爱情 留下一片寂寞 在我的心里只有你 不会再有别一个 不论海故事难我等着 多情地流云 它会告诉你 你不要忘记我 流云一朵 慢慢地流过 带走了你的爱情 留下一片寂寞 在我的心里只有你 不会再有别一个 不论海故事难我等着 多情地流云 它会告诉你 你不要忘记我 俊强这张脸 我很有印象 不过哪一年来我就忘了 你是哪一年的 大概10年左右 所以这些年都在干嘛 怎么都没有回来参加比赛 都在过心尝胆 对 我要研究出 我哪里错 哪里跌倒 哪里爬起来 平常有到外面去演出吗 演出是有 有时候是好像有些 那些老人 那些 老人院的一眼 好 那我们就来看看你今天表现如何 好不好 谢谢老师 我很欣赏你热爱唱歌的那种 就是梦想 刚刚你演唱这首歌的时候 有很多位置都用错方法去唱 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 在舞台上 动作要大气 而不是太过多 太过多的话反而会影响到 就是有一句叫画舌天竹的感觉 那还有呢 就是你太在乎周边发生什么事情 要不然就看着JJ导师 要不然就看着坤姐导师 要不然就看着我这样子 所以呢 我很难去投入在你演唱的歌的意境 所以这一方面都要去学习加强的 那祝福你抽到你心目中 所想要归入的那一对 对对 你以为你是观光客 到处看风景 没有没有没有 爱俊强 很好的是在台上的话 觉得你已经准备好了 当然 一回到舞台上的话 那种紧张 每个人都有 可是我觉得你在台上的话 至少你是非常享受 然后很珍惜在这边表演的 你的唱方面的话 我觉得这里跟你一点点的那个回去练习的那个tips吧 你做一个这样的一个练习 就从低音滑音 就好像搭电梯一样 低的声音位置在哪里呢 在下面 高音呢 在上面 所以好像刚才这样子的话 在走了我的爱情 留下一片寂寞 我很仔细地听的话 你的那个概念是反过来的 那你就唱成 反过来 所以我们听的时候觉得 那个声音位置好像 听得好像很不流畅的 所以特别是这样的老哥的话 他低的时候 就有顺着那个音的那个顺序 这样去练 好不好 那回去再揣摩一下 加油 谢谢 我刚才听你在唱的时候 就是 还是感觉你的动作太多了 我们在唱的时候 不需要每一句都有一个动作的 而且不自然 还好你有歌唱的经验 所以你在整体的表现上 还是自然流畅的 目光方面呢 不要死定是我们三位来比 你可以锁定一个位置 一个目标 好好地对着他来表演 这样会更好 明白 可能补充老师说一个东西 就是在外面表演的时候 我们在外面的台的投入 就是我们投入给观众 然后看着他 可是在这里的话 投入的话就是歌 就不要觉得台上 或者是摄影师 所以我每一个都对一下 反而我们在家里看了会觉得 他在干什么 就会觉得你不投入在歌里面 好不好 好 那就抽蓝色 去他那边就好了 这么多东西小 你们三位现在是旗鼓相当 各剩三个名额 是是是 他今天是穿蓝色的 我很贪心 我每个都要 这不是你 这不是你 好 不管怎么说 我们现在就来看一看 俊强将会选到哪一位老师 我们先看我们的大屏幕 那现在我们只剩下9个号码让你选 你想要选哪一个号码 我选24 有没有什么特殊原因 没有 就是 幸运 好 那我们就来看看 24号到底是什么颜色图片 来 请看 黄色 欣凌老师的 恭喜欣凌老师 恭喜你加入我们的八面玲珑队 欢迎欢迎 以后呢 练唱的看我一个人就好了 其他都不用看了 OK OK 加油 OK 紧接着下来呢 编号3的梁志诚 不是梁志强 梁志诚 他很喜欢参加比赛 为的就是要累积经验 诶 宾哥你知道吗 他也是年过六十了 跟你一样啊 中气十足 啊 我何止中气十足 啊 那你还有什么东西是很足的呢 有 我的正能量也很十足 嗯 我的兴奋度也很十足 很好 嗯 这个我们要向你学习哈 好 那接下来呢 就让我们来听听我们这一位朋友的歌曲 《依然不忘记》 曾经有个你说过不分离 《 Technologies说过不分手》 《时珍时 anger》 如今你如何对我说 《 我知道没有目的爱没有结果》 《我知道爱的故事 ak》 永久 我依然不会忘记拥有你的时候 那梦温柔开着我 我依然不会忘记拥有你的时候 那一段有爱的伞统 曾经有跟你说过不分离 如今还是默默的离去 曾经有跟你说过不分手 如今你如何对我说 我知道没有目的爱没有结果 我知道爱的故事难永久 我依然不会忘记拥有你的时候 那梦温柔开着我 我依然不会忘记拥有你的时候 那梦温柔开着我 我依然不会忘记拥有你的时候 那梦温柔开着我 我依然不会忘记拥有你的时候 我依然不会忘记拥有你的时候 那一段有爱的伞统 我依然不会忘记拥有你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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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造一条珠宝给你 真的啊 我生日快到了 就是明天 所以女生最喜欢的珠宝首饰是哪一款 套装的也会有 玩钻石会比较喜欢的 你也做钻石啊 兵哥 那我要有钻石有香钻的那一种 好好好 钻石也有不同的等级 给我弄一条最便宜的 不要超过一百块 这是人造石吧 好的 那这个做生意 还有这个热忱的唱歌是非常难得的 是 尤其是我们今天的这一场的 有五位参赛者有四位参赛者 都是六十岁以上的 能够看到这么多的这些热灵人士呢 在这样的年纪还来参加比赛 我们要多多鼓励你们 因为唱歌是一个很好的运动 是是是 对不对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听听看老师们 觉得你今天唱的怎么样 好来 谢谢老师 志诚大科 我想问一下 你平时是不是运动多了 有跑步没有 跑步我是站着跑的 跑步我是脚受不了 在跑步机上吗 还是平地 地板上 跑多久啊 最少半个小时 就原地这样跑半个小时 最少半个小时 因为在你的声音出来的时候 你从那个舞台上走上来的话 我觉得你的脚步稳健 所以我是看这种是下盘功夫的人 所以那个脚步非常的重 那你在唱啊 我也觉得你唱的时候 你的气非常沉淀很稳 所以你的声音还有一样的厚度 可是我也觉得 因为你的那个气太规律性了 它那个节奏啊 特别这首歌 的那种节奏 它有弹跳的那个节奏的时候 你的呼吸还有你的那个断点啊 整句分句的时候就很太工整了 变成很像这首歌 它很像掐不进去 流行歌曲哦 还是要有点放松的 给它有点弹跳力 现在你唱的时候 我就觉得它会稍微重了一点点 回去唱的时候呢 整个身体放松 不要紧绷的去练唱歌 那就会好一点点了 好不好 好 谢谢 讲话跟唱歌就是有息息相关的 我们平时要怎么讲话 平时也是要提着去讲话 而且呢要亮一点 那因为你太沉了 一直锁在这边 然后呢声音没有发出来 少了那个共鸣 我希望呢 你就不要好像在打造那个 钻石的时候 好像那个机器这样 有时要 这样子 唱歌是这样的 好 明白 那我祝福你啊 谢谢 你在唱的时候 我感觉你口头音太重了 关系到你咬字 因为你咬字的口型 还不是很正确 所以照处你发出来的音啊 都在前面 我们叫口前音 我知道没有目的 爱没有结果 我知道爱的故事 难永久 好 这一点你稍微注意一下 是 好不好 是 那么有机会的话 我们好好地研究 是 是 谢谢老师 谢谢 谢谢夏威老师 这个有条件 谢谢冰哥 稍加训练 就会提升了 别这么说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看看你会归入到哪一个队伍 好不好 OK 来我们请看大屏幕 只剩下八个号码让你选择了 想选几号啊 一号还没有人选 就一号啊 诶 经由冰哥这么提醒 你要自己决定啊 最后决定几号 一号 真的啊 一号啊 是的 我指给你的一定是光明大道 谢谢 OK 好 那我们就来看看 一号到底是什么颜色的图片 来 请看 请看 红色坤姐老师的 谢谢老师 恭喜你 欢迎你加入 好 谢谢老师 谢谢 恭喜你纳入我们的乾坤再造队 谢谢 谢谢各位 谢谢 接下来要出场的呢 就是编号4的徐天刺 他除了会唱歌之外呢 还很会吹口琴 是的 他玩了四十多年的口琴呢 还自主专业的这个五重奏 到处去比赛跟高手切磋 今天带来这首歌 恨你不回头 你不要走 为什么不肯留 究竟是为了什么 你不要走 你要走 你要告诉我 何时你才能再回头 难道一点留恋没有 把那爱情淘在脑后 就这样离开 我恨你不回头 我恨你 就这样离去 我恨你不回头 恨你不回头 我恨你不回头 你不要走 为什么不肯留 究竟是为了什么 就算你要走 也要告诉我 何时你才能再回头 难道一点留恋没有 把那爱情抛在脑后 就这样一起不回头 我和你 就这样离去 我和你 恨你不回头 编号寺的徐天寺看起来很眼熟 因为他是口琴队的 我们有同台过吗 有 我们同台过几次 几次了 难怪眼熟啦 就是海南会馆的口琴队 还有刚刚过去的3月6号 那个筹款的 也跟你同台过 太棒了 为什么对口琴有兴趣 六年级的时候 我的哥哥的朋友送我一支口琴 从那时开始我就会吹了 我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 口琴在吹的时候左右这样磨来磨去 那就觉得嘴唇很容易被他磨破 有没有什么秘诀啊 那个是吹咒的方法啦 其实你吹细吹细对肺不很好的 那你这边要滑一点啦 就稍微弄口水一下 不用擦什么护唇膏这样子 那你吹久了你就熟了你就不会 所以你 刚刚练细的时候这边会裂啦 对啊 你的嘴唇不要死贴在那个琴上面 对啊 它会移动来移动细这样 好 那我们就来看一看今天你的演唱啊 如何让我们的老师们觉得有没有留下深刻印象 坤杰老师 我刚才听你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啊 你的华语咬字并不理想 你咬字的卷舌字也不够 咬字的准确性对你唱歌是很大的帮助的 是的 老师 因为换句话说 它是提升你唱歌的一个成绩 嗯 好不好 很重要 那么还有一点就是说你在唱的时候啊 这气息方面虽然你很有气 在吹口琴已经练了一把很好的气息 可是呢 唱歌的的确确你不太会用 好 明白 所以什么时候换气啊 什么时候运用 这些你都要经过在训练的好不好 是的 老师 谢谢 还是线条大小声还有韵律感的话 我觉得你的控制都有在做那个事情 这里说两个东西 第一是我们说那个韵舞发的时候呢 这里有一句的话 我觉得你练了好久 应该是练不好 所以这里特别跟你说一下 就是最后一句 恨你不回头 这一句是不是怎么练都练不好 因为你的发音都很靠前 所以它恨你不回头 头是那个欧母音是往后的 所以你的 你不回头 你往前的那个 那个声音发不出来的 它是 它是欧母音在后面 可以听得出你很努力 感觉上好像那边总是好像那个气 或者是那个音量就卸掉 可是你已经在守住 可是那个音量出不来 就是那个发音的位置放错 所以变成好像那个声音不亮了 是 另外一个还要回去要注意的话 就是很多吹了乐器的气 在喉头这里守着 可是我们唱歌的时候就是 气守在横膏膜这里的话 喉头反而要放得很开 所以这一些东西的话 回去要揣摩一下 好不好 加油 谢谢老师 因为你是这个吹口琴嘛 吹口琴这个口的动作 稍微少了很多 所以呢 在唱歌的时候 那个口型啊 咬字吐字 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呢 稍微要多做一些运动 比如讲你刚刚唱那句 我恨你 你看到吗 我的嘴巴音 就大概你是这样唱 我恨你 但是应该是 我恨你 但是不一样 所以呢 嘴型要张开 不要担心说 那个不是很雅观 其实呢 当你一投入唱歌的时候 你的嘴型越大呢 人家越投入 所以呢 明白 谢谢老师 我知道 好 那接下来会是有哪一位导师 教导你呢 掌握在你自己的手里 OK好 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 现在呢 我们只剩下大概 七个号码让你选择 那你要选几号呢 二十九号 没有了 二十九已经被选走了 不是吗 二三要不要 十三十四 九十一十七 十七了 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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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七我们看看 它是什么颜色的图片 好来 请看 蓝色 恭喜你加入了我们的杰出非反队 谢谢老师 编号舞的王志伟啊 他从小在家里啊 就看爸爸唱歌 所以受爸爸的影响 他从小也开始喜欢唱歌 是 那这一次呢 来到黄金舞台哦 他就说 最不想输给的呢 就是自己 然后他说 不论这一次能够走多远 他希望能够跟老师们虚心的学习 然后每一次在这个台上呢 都能够尽量的发挥到最好 那现在呢 就让我们一起来欢迎他给我们带来这首歌曲 《求鸟》 我是被你囚禁的鸟 已经忘了天涯 是被你囚禁的鸟 如果离开你给我的小小城堡 不知还有谁能依靠 我是被你囚禁的鸟 得到的爱越来越少 看着你的笑在别人眼中燃烧 我却要不到一个拥抱 我想出一个你可有可恶的影子 我像是一个你可有可恶的影子 冷冷的看着你说谎的样子 这缭乱的城市容不下我的痴 是什么让你这样迷恋这样的方式 我想是一个你可有可恶的影子 和寂寞交換著悲傷的心事 對愛無疾可是這無謂的日子 眼淚是唯一的奢侈 我是被你囚禁的鳥 已經忘了天有多高 如果離開你給我的小小城堡 不知還有誰能依靠 我像是一個立刻有可惡的影子 冷冷的看著你說謊的樣子 這撩亂的城市容不下我的癡 是什麼讓你這樣迷戀這樣的方式 我像是一個立刻有可惡的影子 和寂寞交換著悲傷的心事 對愛無疾可是這無謂的日子 眼淚是唯一的奢侈 我像是一個立刻有可惡的影子 冷冷的看著你說謊的樣子 這撩亂的城市容不下我的癡 是什麼讓你這樣迷戀 是什麼讓你這樣迷戀這樣的方式 王志偉是第一次來到我們的黃金舞臺 可以說一說剛才演唱這首球鳥的感覺 在這個舞臺上 建平大哥 現在我只聽到 只聽到自己的心跳聲 還是很緊張 緊張但是又開心又享受 我能來到這裡是我的一個很大的榮幸 我們也很感謝你們來參加比賽 因為有一些朋友就是怕不好意思 為什麼呢 因為會有老師點評 然後講得不好的話 在很多朋友的面前會覺得丟臉 等等之類就不敢來了 不會了我的臉皮蠻厚的 那很好 可是我的膝蓋現在是蠻軟的 你勇氣可嘉 為什麼呢 因為在出賽的時候呢 就選了球鳥這麼難唱的歌曲來參賽 聽慣了嘛 彭琳的版本 對 所以也蠻喜歡這首歌 所以當我選歌的時候 就自然而然選上這首球鳥 這首歌你知道嗎 是大決賽的歌 你出賽就把它唱掉了 那大決賽你要唱哪一種鳥呢 就要靠老師了 好 我們就來看一看 老師覺得你這首歌詮釋的如何 好不好 王思維 其實我蠻喜歡你剛剛的演唱 當然選唱這種大歌 是需要很多的 就是唱歌的功底在那邊 你還是唱得很不錯 剛剛我看到你演出的時候 其實你很緊張 緊張到你的腳 有時一直在拍那個拍子 那稍微剛剛有一些部分的高音 沒有唱到位 那一些細膩的地方 也沒有做得很理想 就是在鋪陳的時候 這些都要很仔細的去看一下 設計一下自己要怎麼唱 所以往後看你跟哪一位導師 學習 那希望你能夠學得更多 然後發揮得更好 祝福你 謝謝欣林老師 志偉 雖然是說這個歌是大決賽的歌 可是有時 其實你剛才說的 你剛才說一個很好的東西 就是喜歡就唱對不對 你的在台上的精神控制非常好 就是在這的話 緊張或者是這個歌的話 我覺得在台上 你都沒有那個晃神的那個地方 就是你還是可以把它 從頭到尾的話 你把它做出來 然後情緒 我們也可以聽得到 你想表達裡面的東西 那個就是有做了功課的好的地方 給你唱歌的地方要進步的 你說話 還有你唱歌的時候 都像一樣的 就是很白 講話 字 快 然後就是只有音頭 就 我想是一個你可有可無 現在你的字好像只有頭重 它後面好像都是沒有的 我想是一個你可有可無的影子 和寂寞交換著悲傷的心思 所以你要沿著一點點的話 你的聲音就會有韻律了 來加油 謝謝老師 我想畢竟你是第一次比賽 所以非常簡單是可以理解的 可以理解的 不過你的形象在電視上 鏡頭上是非常好的 加上你很高 你也很上鏡 這樣的條件裡面 只要你把歌練好 其實是相當的討好 而且這首歌是女生版本 彭林的 所以你男生來學女生的歌 有一個弱點就是 女生的一些柔度 你沒有辦法掌控它 因為有些歌是量身定做的 定寫的 那麼這首歌像有些地方 在拉的時候 需要玩轉 那些順暢柔和的 你做不到 而且你轉得非常生硬 這是給你一點小貼士 以後你選歌上路注意一下 好 謝謝坤杰老師 反正現在三位老師 都有一個平均的機會 因為他們每一個人 還剩兩個名額 那現在歸為哪一個隊伍 就掌握在你的手裡 我們先來看一下 我們的大屏幕 來 請看 剩下的號碼的確不多了 對 只剩下六個號碼了 好 幾號 我是5號就23吧 2加3 5 2加3 5 好 那我們就來看看 23號到底是什麼顏色的圖片 來 請看 紅色 您歸到乾坤載造隊 歡迎你 好的 我們好好的加油 好的 我會努力 恭喜5位保養得宜的男同學 就此踏上取經之路 成為紅組 乾坤載造隊的新成員是 梁志成 王志偉 加入黃組 八面玲瓏隊的是孟爺 俊強 新歸入藍組 傑出非凡隊 只有一位 徐天賜 認真學習 積極向上 才能走得更遠 好 期待同學們呢 都能夠跟我們的老師 虛心學習 然後呢 在我們的黃金舞台上呢 留下手手動聽 場場精彩的演出 是 我們的節目到這裡 差不多要結束了 謝謝三位導師 辛苦了 好 下個星期呢 我們要進行的就是 這一個系列 最後一場的出賽了 第六場出賽 好 下星期 同樣時間 同樣頻道 繼續支持 黃金年華之豆歌敬意 樂靈有活力 耶 唱的時候啊 頭籠啊 其實沒有開的 你的聲音現在很寶貴啊 全部收在裡面 一開始就中了 然後後面很像就壓不進去了 真的有聽懂 像他學習的時候 不懂就問到懂了 說得對啦